首先就要告诉自己 我就是很年轻 心态上我觉得自己就很年轻 而且就是对自己还是要有要求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你可能散发出来人的一种气场 它自然就会是一种很坚定的气场 你就不会害怕什么 当你什么都不害怕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不会来找你的 比如说你说的扛老啊什么的 因为你怕什么怕皱纹啊 因为你觉得皱纹是最 就是最能够体现岁月的 但如果说你总是害怕皱纹 你就会老照镜子 你老照镜子就会发现 哎呀不行了我有皱纹 哎呀不行了我会有白头发 就你越在乎 它越在乎的东西 就总会在你面前出现 当你不会觉得有那么在乎的时候 你忽略它 可能你根本就看不到 随缘吧 我就是如果说我要现在是个新人 我可能有很多想法 但我觉得现在的我心态上是非常的平和 我会觉得遇到好的 你想要去做的你就去做 没有遇到的话 你就是做好自己就行了 我不是一个就是 哎觉得总总有这种 我想这样想那样 我有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想 可能这就是我一个人的一个特点吧 我就是一个非常随遇而安的人 但是就是当机会给了我的时候 那我是全力以赴 就是拼死拼活地去完成 咱们 感谢观看